製造商他建議的那個劑量跟那個 才是一個最正確 不是管什麼 一味說我今天吸收率好 它就是一個好的東西 其實不見得是 今天打破第一個迷思 就是天然這兩個字 真的要好好解釋一下 可能大家想像中的天然 跟他你心中的這個定義 跟他真正的帶出來的意思 可能不一樣 對 然後或者是就像 比如說專家講的就是 吃食物來代替這個食品 或許會好一點點這樣子 不過除了天然呢 我們會覺得有點迷失之後 媽媽的另外一個迷思就是 對 有機應該就比較有 有一些規範了吧 因為你可以隨便講有機嗎 你會買有機的東西 有機 他是有機店的會員耶 我是有機店的會員 而且你知道有機店的青菜 跟傳統市場的青菜 那價格差很多 差很多耶 而且分量也少很多啊 市場是不是大人都50塊3把 對 然後你就在想說 這個會不會農藥很多 所以我有一陣子 我就入了有機的那個 當會員之後 我就買有機店的青菜 那魚媽媽就覺得我太浪費 她覺得說與其你要花那麼貴 去買有機店 那又能不買傳統市場 把它洗乾淨 也是一個想法 然後又冒出了譚老師說大量用水 一直沖一直沖 對… 我就覺得說沒錯 那就省下了有機店的青菜的錢 但是有一個東西 不能沖洗的 我就會買有機的 像黃豆 紅豆 綠豆 黃豆 紅豆 綠豆可以洗啊 不是 它沒有辦法像青菜一樣 大量的一直沖啊 那黃豆我們最多就是沖一下 泡了 然後就打了 那我就覺得說黃豆這種東西就是 一定要買有機 然後說飛機改造 對 是不是變聰明了 譚老師 譚老師好笑 譚老師一定在偷笑 就在飲嘴通 譚老師聽望我講會笑得更開心 你是不是也認同我 把青菜沖洗乾淨 會比買有機的好 其實那是細小的水 對 千萬不要用大量的清水 為什麼 因為妳大量的清水 其實第一個是浪費 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是要的是時間 讓它慢慢的 一流十二到十五分鐘 其實它只有一小臉盆的水 它水是非常細小的 不是大量的清水 沒有浪費 你拿農藥水 給你們兩個洗澡 難怪他去買樹 他是農夫耶 農夫 所以農藥水適合他 這樣從才會咬嗎 他連小黑紋他都會咬 也對 這樣講 對 那我就是腦波很弱的媽媽 妳是有機店 請問妳是有機店的會員嗎 我好幾家 我進到超市裡面 只要看到上面有掛有機 我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可以買 像我們在超市 平常買到的1.5公斤的米 大概是一百單 然後但是去有機店 超貴的 買的有機白米 大概是兩倍的價值 大概是兩百六到三百 而且這個吃兩包 三天就沒有了 就是我們家飯量比較少 可以吃多一些 好小一包 然後這樣吃 好像酸妳了 然後這樣吃 青菜也是 小小一把就是兩百五十克 大概就要四五十塊 真的到那個傳統市場 可以買一大把 對 這個叫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侯醫師 你自己是有機店的會員嗎 我不是 對啊 我要去退會員 我們經濟沒有那麼好 價錢很貴 這是真實的 但到底有沒有比較不傷身體 其實有兩派在做 其實有正面的研究 也有負面的研究 正面的研究 那個英國營養學雜誌 他們就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發現的確 它就是屬於支持這個有機食物的 他發現有機食物 他們做的那些什麼蔬果 農產品這些的 他們有機食物的這些 比非有機 它的抗氧化劑 抗氧化力比較強 那些植化素 我跟妳講什麼花青素 茄紅素 那個都 高過18到69%多 那是非常比非有機的來得多 那第二個是我們在講說 它的農藥的殘餘 跟重金屬的殘餘 的確是有機的 比非有機的 那個農藥殘留 可能在百分之一 剩下十分之一而已 那重金屬是二分之一而已 他們做隔的那個研究 那可是那個西班牙 有另外一派就做出來 他們做的是一些 麵包麵粉 還有乳酪這一類的 一些有機的東西 他們發現 它的結論是 沒有特別優質 也沒有特別差勁 那後來我比較信任的是 那個 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你一個有機商 但是它有機商 它是一個不肖商人 它給你濕的那個 我們講說它不用那個肥料 可是它加的是那種人工 什麼很不好的一些堆肥 裡面有一些什麼大腸桿菌 什麼那些 這個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是覺得 反而是信賴的那個有機 你對於那個農戶 種植的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 它過去的那個經驗 它的那些 都是一個值得信賴的 那不管有機或非有機 我就選擇 你可信賴的產銷履歷 這個是我首選的 我覺得我必須先說 大家都覺得有機很醜 有蟲是理所當然 但我覺得這是 沒有做到到位的有機 這有時候更恐怖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們有機也有一些 比如說什麼疏利菌 或一些特殊的 其實它們用的就是 不是這種 慣性農法用的農藥 它們還是可以用來抗菌 然後除蟲或幹嘛 辣椒水什麼都有的 所以它們是有方法 來對抗這些 並不是 我放在那裡要吃 你吃蟲就讓人家吃 反正三倍五倍 它們都會買 不是這種態度 人家是有方法 來對抗這些蟲和病害的 所以第一個你不要覺得說 它越醜它蟲很多 表示它就是很有機 在香港之前曾經做一個 它們市售白米的調查 然後呢 它們包括香港地區也買得到 有台灣進口的 有別的地方進口對不對 就發現來自台灣的三款有機米 它裡面呢 無機生喔 不是 無機生就是 那些披霜的那種生 無機生的含量 居然比人家 幾包驗到的那個白米都還多 為什麼呢 假設我不是一個 很到位的有機農 我就有一些什麼動物的糞便 當作我的堆肥 這些動物的糞便 包括雞的裡面 他們有些人 他用的可能是不好的 那個飼料或農藥 它裡面有一些生啊 本來是有機生 本來不是不好的 經過我們的維生物 或者是雞 它們的消化道轉化 它變成無機生 因為有毒的 所以它本來用堆肥的過程中 讓它的這些 所謂的有機產品 增加了重金屬的污染 所以你真正要看有機 要看認證 像這一包白米的認證 大家就會看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台灣 你要看的這就是 雙認證 CAS有機農產品 加上它的有機認證的公司 後面這個 你會看到13種花樣 因為有13個認證機構 前面就是單一 所以你要看到 有機雙認證 這才是真正的有機 所以要看認證 不是看它醜 因為好幾年前 每次在講這個的時候 都會說 我這一塊田很有機 可是隔壁沒有 然後它水流過來 對 那這個事情 在現在這種雙認證 是可以被 零田污染 其實本來就在有機認證裡面 要去看 所以你真正的有機田 它不可能它加上就是 那些冠型都會一直噴 然後又可以說你有機 對 所以這個已經是 這個話題就已經 在認證上被排除掉了 你們好棒喔 可是至少我們又可以認 那兩個認證的那個 對 至少我買對了 一公斤 我剛剛聽了那個素清潔以後 我整個放心多 因為我買的東西 那個蔬菜上面 都有那兩個標章 因為像我是很喜歡買一些 有機的蔬菜跟水果 因為我覺得在清洗上面 有比我去傳統市場買的菜 還來得快速一點 那我都是屬於那種 大量採購 所以我通常我都是直接去 網路上面訂那個 農會產銷般的那一種 有機的蔬菜跟水果回來 然後我真的有發現 有機的它們整理得比較乾淨 然後而且我存放 幾乎都可以放四到六天以上 就是我放在冰箱冷藏的狀態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非常的方便 我備料的時間 也可以再縮短一點 其實我還是建議 確實的清洗跟蓬條啦 對 因為這個過去 好像主婦聯盟 他們也曾經驗過嘛 它有一些這個硝酸鹽 其實跟這個非有機的 其實是差不多 那有的甚至有一點點高 那我還是建議 你還是確實的清洗 同時呢 還是真的馬上好好的蓬煮 你加水 然後把菜撈起來 湯汁不要 因為香港有一些研究 部分的硝酸鹽會溶於水 讓會安全很多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如果說我們有時候吃生菜的話 是不是真的就是選有機的 是比較OK 因為生菜沒有經過烹煮 其實我覺得這個 還是要確實的 好好的去清洗 因為生菜在這種天氣 很容易長菌 那萬一又有這個蝸牛爬過去的話 那有這個廣東鑄血線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建議 盡量是煮熟再吃 那我們怎麼看 哪些有機可以真的買 因為如果這樣子 我們沒有沒平沒劇的話 第一個 我剛好 我也不是有機店的會員 對啊 你真可愛 這一排三個都剛好被托輸 蔡老師也不是 糟糕 我 所以這一件事情是就是 除非你那個東西 真的你很想買 但是它剛好當季不是盛產 你又必須用到 那這個時候 你可以再挑一些有認證 其實包括蔬菜也有 蔬菜也有包裝上 你也看得到這個認證標章 那蔬菜其實就算我 我有時候不一定買有機 我會買 我知道 就是我們有三 超市裡頭常買的 你可以看到三個東西 是不同的安全保證 一個叫極緣埔的意思就是 它是 農藥使用是合於國內標準的 第二種叫有機 有機時對我來講 我的認知它是對環境友善的 一種更做方式 它並不是特別的 什麼安全健康或什麼 它當年規劃的方向就不是 這個是為了地球好 不是為了我好 環境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產銷履歷 這三種 那所以有機這一款呢 訴我就是說 除非你剛好這三種 你都找不到你可以適用 那你就買有機的 另外就稍微花多一點錢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下鈴鐺 我現在最新潮心 Cheers leaf 遠 攝